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大坟墓中的守护者主管雅尔贝德的信息吧 雅尔贝德那可是纳萨利克大坟墓里最高地位的恶魔NPC 他能够成为守护者的首领自然有着与之相匹配的实力 在设定中雅尔贝德处理内政的能力很强 具备娴熟的业务能力的同时也有着强大的战斗力 作为大坟墓的守护者主管再合适不过了 不仅如此雅尔贝德还会做一些编织打扫卫生之类的家务 再加上雅尔贝德宛如天仙一样的美貌 简直就是完美的弦内柱 可惜雅尔贝德虽然外表美丽 说话语气很淑女 总是给人一种天使和女神一样的感觉 但是他实际上却有着反插萌的属性 这一切都是因为翠玉露的恶趣味 翠玉露是41位无上至尊之一 喜欢看恐怖片还有反插萌 便把这些元素都放在了雅尔贝德身上 把它设定成这个样子 其实雅尔贝德的很多方面都和创造者翠玉露很像 在工会的玩家中 翠玉露的脑子转得很快 在工会中是属于军师一样的存在 所以他创造出来的雅尔贝德同样也是这样的存在 雅尔贝德非常适合守护者总管这个职位 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 虽然在谋略方面可能比不上迪米乌格斯这样的谋略家 可是雅尔贝德看待事情也能够迅速理清逻辑 并做出判断 在纳萨利克大坟墓中更偏向于智谋派 所以说雅尔贝德的人物设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创造者翠玉露的性格 无论是反差盟的属性还是智谋都是如此 不过古王在官府前抱着反正是最后的想法 偷偷改了雅尔贝德的设定 将反差盟有关的设定改成了一直深爱着飞蜀 正是因为这个设定 雅尔贝德虽然平时是一副面带微笑的样子 但是遇到和古王有关的事情时就会变得非常较真 面对古王本人也会变得比较娇羞 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其实这和雅尔贝德的设定也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大坟墓的守护者主管 雅尔贝德不仅有强大的实力 还是一个显内柱 最重要的他深深爱着古王 这么说来雅尔贝德一定是古王的正宫吧 事实上只有雅尔贝德自己这么认为 无论是古王本人还是大坟墓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这种看法 尤其是在大坟墓里还有一位夏提亚 同样也爱慕着古王 他们两个经常对谁才是古王的正宫而争辩 但事实上古王对他们两位都没有什么想法 所以说雅尔贝德对古王的爱情只是单相思而已 这样求而不得的爱情让雅尔贝德表现得像是一个痴汉 他经常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 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古王的房间 只是为了在古王的床上留下自己的味道 还会制作古王的抱枕 总之雅尔贝德的贤科很多 简直是庆竹难书 甚至他还曾幻想自己和古王有个孩子 还为那个孩子织好了袜子 雅尔贝德对古王有着深刻无比的爱 如果有人触碰到了他的雷区 伤害到了古王的话 就会变得完全不顾他人的想法 一发不可收拾 这种时候如果没有其他守护者帮忙制止 绝对没有办法制止他 这种状态下的雅尔贝德会变得迷失自我 语气粗暴 和日常中的形象大向径庭 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夏提亚会叫他大嘴行星 作为攻击雅尔贝德的手段 这种对古王近乎执着的爱意 真不知道是该说成优点还是缺点了 虽说在生活中 尤其是对待古王这件事情上 雅尔贝德有着很多缺点 但是作为大坟墓的守护者总管 雅尔贝德的实力绝对过关 雅尔贝德是等级100的恶魔 守护者作为他的职位等级有10级 其他职业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有关防卫方面的 他掌握着很高水准的防御体系 在守护技能上 他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说成是大坟墓第一肉盾也不为过 除了具有强大的实力之外 雅尔贝德也深受古王信赖 常伴古王的左右 古王也在进入大坟墓的一些重要置地时 也会带着雅尔贝德 在夏提亚被世界级道具影响 转变为中立状态的时候 古王立即宣布 大坟墓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并与雅尔贝德一起前往宝物店 在房间的内部 古王将自己制作的巨石兵展示给雅尔贝德 这些巨石兵 其实是古王为了纪念同伴 按照他们的身形制作的 并还原了他们的装备 并且告诉雅尔贝德 其中一个空位 便是为古王自己准备的 其实古王说这些话 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战胜夏提亚 如果在古王和夏提亚战斗的时候 敌人有埋伏的话 古王自己说不定就真的无法回来了 所以古王这时候 几乎是相当于再向雅尔贝德交代后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雅尔贝德却大声地请求 请求让古王永远均临于上 这是古王第一次看到雅尔贝德如此失态 对于雅尔贝德来说 古王便是他的一切 失去了古王 这个世界也就失去了意义 从这个情节中就可以看出 雅尔贝德和古王之间的信赖关系 有多么密切了 除此之外 因为古王的战斗风格 更像是一位魔法师 偏向于攻击体系的技能 而雅尔贝德能够弥补他防御的不足 所以雅尔贝德算是古王的得力助手 是一个可以交心 也可以将后背放心地交给对方的人 并且对于雅尔贝德来说 古王也是绝对无法替代的存在 对于公会反而没有这种感情 实际上雅尔贝德对于公会的态度 很是微妙 在动画和小说中 都曾经有过 雅尔贝德对安兹乌尔宫的旗帜 很是粗鲁 甚至吐槽他们无趣的情节 正因如此 甚至产生了雅尔贝德 会背叛大坟墓的说法 那么雅尔贝德究竟会不会背叛大坟墓呢 在动画中 雅尔贝德的房间角落中 有一面安兹乌尔宫的公会旗 雅尔贝德对于这面旗帜 不仅没有任何崇拜 反而只觉得无聊 语气里充满了冷漠 其实动画里的这一段 在小说中有着更加详细的描写 小说中的古王为了成为好领导 便派出死亡骑士 向各阶层的领导者传递三个问题 分别是 是否健康 有何困扰 有没有想要的 当死亡骑士拜访了几位守护者 终于轮到雅尔贝德时 古王却无论如何 都想不起来雅尔贝德的房间在哪 等到古王联系上雅尔贝德 才终于了解到 原来雅尔贝德并没有自己的房间 所有的生活起居 都是在王座之厅完成的 听闻这件事后 一股罪恶感覆盖了古王的全身 毕竟大厅虽然建造的很豪华 但是却没有一件生活物品 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 古王自然不能不管 他向雅尔贝德表示歉意 并且询问他想要哪里的房间 虽然雅尔贝德想要和古王同处一室 但是古王又怎么会同意呢 古王最终决定 从第九层的备用房间中 选择一间离自己最近的 作为雅尔贝德的卧室 古王赐予雅尔贝德的房间非常豪华 在正中间的办公桌后 悬挂着安兹沃尔公的旗帜 不过雅尔贝德对这面旗帜 完全没有好感 在古王走后 便将旗帜扔进角落 其实对于雅尔贝德来说 安兹沃尔公这个名字 代表着的是背叛与抛弃 曾经的41位无上至尊 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他们 只剩下古王还一直坚守 所以在雅尔贝德心里 最重要的永远不是大坟墓 而是大坟墓的主宰古王 也就是说 雅尔贝德效忠的人是古王 而不是大坟墓 雅尔贝德绝对不会背叛古王 但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背叛大坟墓 在大坟墓测试黑宫进入的时候 因为四谋士欺骗性的套话 说出了可能有至尊们存在的情报时 对古王的影响很大 正在这时 雅尔贝德向古王提出建议 想要组建至尊搜索队 在雅尔贝德的安排下 至尊搜索队的人选被确定为雅尔贝德 还有古王亲儿子潘多拉 他是古王亲手创造的NPC 可以说是古王绝对的亲信 此外 搜索队还配备了15只80级的魔物 以及雅尔贝德的妹妹卢贝特 这样一支实力强悍的队伍 用来搜索剩余的无上至尊 显然有些强过头了 而且这支队伍的成员 除了无名的魔兽外 能够叫出名字的人 要么是古王的亲信 要么是雅尔贝德的亲信 这样一支队伍 如果真的找到了无上至尊 说不定真的会变成至尊猎杀队 这样一支队伍 绝对有这样的实力 在小说中 在古王同一组建至尊搜索队 雅尔贝德低头道谢的时候 这样描写道 长发垂了下来 遮住了整张脸 因此看不到他的表情 安兹心想 应该会露出一如平常的微笑 而此时的他 适合表情明显另有深意 这样的表现很难让人不怀疑 所以说 如果关系到古王的话 雅尔贝德真的有可能背叛大坟墓 那么 为什么雅尔贝德会有这样扭曲的性格呢 其实这和雅尔贝德的真实身份有关 根据崔玉露的描述 雅尔贝德一开始 应该是作为最高位的天使诞生的 但是雅尔贝德在诞生时 却和怪物融合 成了一副丑陋的姿态 受到这个影响 雅尔贝德的意识也被扭曲 变得狡猾残忍 我们现在看到的雅尔贝德 平时是一副淑女的姿态 其实这是因为 守护者总管的立场 让雅尔贝德的意识得以控制 但是他的意识一旦苏醒 大坟墓之外的人 就会立刻看到一个残暴无度的雅尔贝德 除此之外 雅尔贝德的本来面目 在动画中也没有展现出来 动画中的雅尔贝德 是一个穿着纯白色的服装 长着一头光泽柔顺秀发的爵士美女 在她进入战斗状态时 就会穿上黑色的战甲 手持新月形的战斧的形象 当然这时候的雅尔贝德 同样也是一位大美女 和相貌丑陋完全不沾边 但是在雅尔贝德的设定中 却有着变成丑陋形象的描写 但是这种形象 却几乎没有出现过 也许在之后的战斗中 雅尔贝德会显示出 她真实的面貌 其实雅尔贝德 还有一个姐姐和妹妹 他们三人 都是由翠玉露创造出来的NPC 雅尔贝德的姐姐 名叫尼格雷特 是守护第五层 兵结牢狱的领域守护者 同时也是一位擅长 收集信息的魔法使 在收集信息上 没有人能比得过她 但是在动画中 尼格雷特并没有出场 而雅尔贝德的妹妹 之前已经提到过 她叫卢贝德 这是一个神秘的角色 在她的身上 还有着很多未解之谜 只知道她是 纳萨利克大坟墓中 最强的NPC个体 在肉搏战中 就连塞巴斯和科塞特斯 也远不是她的对手 大坟墓中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打败她 至于卢贝德 为什么会这么强 很可能是因为 崔玉露在创造她时 采用了和两个姐姐 完全不同的方法 她的强大实力 可能便和这个 特殊的创造方法有关 崔玉露创造出的 雅尔贝德三姐妹 真的是各有千秋 不过我们最熟悉的 还是雅尔贝德 古王第四季 马上就要来了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雅尔贝德 在第四季动画里的 出色表现吧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番局咨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